各位網友大家好 我是鄺俊宇 今天是2024年1月21日 星期日 這一節和各位網友一起講講香港各大最新的時事熱話 先講講有關今天網上瘋傳的影片 講到垃圾經費指定的垃圾袋一元就積穿 相關影片也有WhatsApp群組 也有Facebook 最新情況就是環保署出來嚴厲的澄清 譴責這些假消息 說相關的垃圾袋是尚未開售 整件事是怎樣的呢 和各位一起了解一下 另外也講講香港各大最新的熱話 講下去之前記得按訂閱 免費訂閱鄺俊宇的頻道 看廣告月長是對鄺仔最大的支持 衷心多謝各位路友機 事不宜遲先看看這一則最新消息 根據HK01的最新報道 有關垃圾經費 據報指定垃圾袋一元就穿的片段封存 環保署是嚴厲譴責假消息 報導的內容提到 政府將都市固體廢物收費 即垃圾經費 新後日期押後到8月1日 並會安排政府部門和樓宇在4月1日才實行 垃圾經費日期推遲 但是執行的細節 指定垃圾袋的質量問題仍然引來市民關注 本港網絡近日封存一段影片 有商戶聲稱使用測試板的指定垃圾袋的時間 一元已經穿了 那個商戶又嘗試用指定垃圾袋 一袋兩用承載貨品 誰知15公斤的容量的指定垃圾袋 只是放了約4公斤的貨品 就在容量仍然未用盡之下斷開爛了 令到商戶直斥垃圾 影片令人質疑指定垃圾袋的質量差 環保署今天1月21日傍晚發出新聞稿 有強調嚴厲譴責抹黑指定袋的質量假消息 網上流傳的短片聲稱是環境保護署的指定垃圾袋 非常容易破爛 有關言論傳屬是詆毀、污衊 就說影片所示的並非尚未開始發售的指定袋 又說將懷疑有刑事成份的個案 轉交給警方作跟進調查 對於網上短片說環境保護署指定的垃圾袋 非常容易破爛 話說環保署強調快將出售的指定袋 早已通過國際或者國家相關標準的所有測試 是不會輕易破損的 相關的測試包括抗拉的強度 斷裂的伸長率 擴穿的刺力 和擴充的能力 環保署的新聞稿就表示政府嚴厲譴責這類假消息 並提醒市民近日有不少打擊 指定袋質量的謠言居心可測 市民無必提高警惕隔 以免受人誤導或者鼓話 環保署會將懷疑有刑事成份的個案 轉交警方作跟進調查 到底指定的垃圾袋質量如何? 有商戶在上星期五 1月19日在Facebook專頁 直播試用當局派發的測試版指定垃圾袋 包括15公斤和10公斤的版本 形容玩過一下 發覺膠不是好得 商店老闆先試用15公斤的指定垃圾袋 商店老闆先試用15公斤的指定垃圾袋 拿起來左右戶蚊 聲稱一蚊已經穿了 就說同事好白驗 拿些袋蚊蚊蚊蚊 一蚊就基本上已經穿了 老闆又提醒網民 就說以後 扔垃圾緊記一件事 真的不好 就是亂扔那個指定垃圾袋 要愛惜 不要那麼大力 穿了可能會罰錢 千萬不要弄穿它 樣樣都可以穿 這個袋千萬不要穿 不過細心留意影片 商戶老闆試扔指定垃圾袋的時間 膠袋上早已有個穿洞 就未知那個洞是何時破損 根據環保署網頁 即使又用指定垃圾袋 假如棄置垃圾的時間 是沒有把垃圾袋蓄緊的話 或者任由當中的垃圾 刺穿個袋身 這些垃圾 就可能被視為違規的垃圾 違規就會收到定額罰款通知書 會將到1500元正 不少網友看完影片震驚的 野魚 你應該要先用個結實的袋包好垃圾 然後再將垃圾袋套上去 搞定 亦有人說 我猜要連續用三個才可以避免少些穿 亦有網友說 期望正式版的指定垃圾袋會更堅韌 只能夠 期盼 有更加堅韌的2.0 version 翻查資料 由尖旺區議會食物環境衛生委員會 日前討論到垃圾徵費 區議員反映 很多市民指現在超級市場的膠袋較厚 擔心垃圾袋會較薄 如果一袋兩用 在超市買東西的時間使用會穿空 但環保署高級環境保護主任程建雲回應指 早前試行的時間住戶反映指定垃圾袋是厚過正在使用的垃圾袋 強調有條款保證指定垃圾袋的質素 以上來自HK01的報導 一口氣和該網友了解過最新的發展 據報話說環保署嚴厲譴責假消息 就說這些袋還未有得買 其實什麼時候有得買?據報1月26日OK便利店就可以有得買 另外儲方說譴責假消息之外 亦都說到會將部分懷疑有刑事成份的情況 轉交給警方跟進 當然袋一日未到手 又是很難去評論袋 口定薄 另外亦都說 其實各界都關注 就連區議會都有討論 區議員都說街坊反映 擔心超市本身的膠袋略厚 希望垃圾袋的質量可以比超市的膠袋更加好 什麼時候會知道呢 看來比較清晰就1月26日 去到OK便利店有得買的時間 我們去買一個 看看到期時的質素 就最直接了 另外亦都說過這宗消息 根據HK01的報導 大埔廣福街市 兩宋飯店 起房無煙的 有現場的情況 報導的流氓提到大埔廣福街市發生火警 在今天下午1點23分 街市裏一間兩宋飯店 疑似爐頭搶火無煙 頓時火光紅紅 店員自己拖水後灌溝 但火勢依然晚烈 消防接報到場將火破釋 事件當中無人受傷 以上來自HK01的報導 有更多現場消息 當時店員是自己拖喉灌溝 不過 不敵這個爐頭 火勢很猛烈 最終都是爐煩消防員 幸好事件當中 沒有人受傷 另外亦都說過這宗消息 根據HK01的報導 有個21歲的女孩 乘巴士疑似遭到非禮 警方追查 追查3日兼埋瀑 拘捕了52歲的男子 報導的內文提到 上星期四 1月18日早上 警方接獲一名21歲的女子報警 說早前 由一格在將軍澳區 開往西貢區的巴士車廂 懷疑被一個男人非禮 他指責對方和報警過後 疑犯立即下車走 警方經調查過後 鎖定目標 就是今天早上1月21日 在條頸嶺一帶埋伏 及後在嶺光街 接獲52歲姓娘的 中國籍疑犯 他涉嫌是 妹涉侵犯 以上來自HK01的報導 男人涉嫌非禮另一個女孩 當場斷政 報警 這個疑犯落方而逃 跑了去以為 沒事 一街都是閉路電視 一街都是鏡頭 結果搞了三天最終拉了52歲的男子 多謝各位 尤其是願意看廣告來支持礦者的路友記 繼續勤力拍片和大家緊貼香港的各大時事消息 接下來這個星期的溫度非常大變化 星期二估計特別冷 星期三四都這麼冷 要到星期五甚至後期 才會回暖 各位網友多加做好保暖 留意天氣變化最重要是身體健康 我們繼續努力緊貼香港各大時事熱話 有關垃圾徵費 估計接下來會有越來越多新的資料 說市民現在的問題很簡單 究竟如何執行 細節如何疏離 看來就要有待局方 稍後看看如何能夠 有些短片有些介紹等等 我們再整合和大家說一說 我是困仔 我們下節短片繼續聊天